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你之前不是认为凶手有识人痞吗? 所有人在他眼中都是食物 那凶手怎么可能单独放过他 却把其他人都吃了 郭荣荣一拍脑门,灵机一动,说 难道是凶手喜欢吃小鲜肉? 咸菜凤旗年纪大了,不好吃 杜志勋狠狠瞪了他一眼 丁钱对杜志勋说 还记得案发现场的餐桌上多出两套餐具吗? 那又怎样? 我说过,凶手的行为是在营造出分享食物的氛围 所以他把自己的那套餐具隐藏在其他人的餐具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是两套餐具? 只要留出一套就够了 何必多出一套? 不多 正好 正好 你忘了 还有一个逃出来的女孩 如果她没有逃出来 我们看见的场面就是七具围坐在一起的尸体 那么餐具正好多出一套 而这一套就是留给凶手自己用的 就是那个失踪的人 杜志勋一领 难道是说 对 蔡凤旗 我怀疑他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并不是被拘留的嫌疑人安强 丁潜的结论令在座警员一片哗然 蔡凤旗 那个退休的女高中老师 她居然被丁潜说成识人狂 这个结论不仅离奇 更匪夷所思 丁潜说 我知道你们突然听我这么说 一时无法相信 先听我稍微解释一下 识人痞在现代社会里其实极其罕见 跟那些典型的变态犯罪行为不同 它的成因十分复杂 识人痞患者可能患有边缘性和冲动性的人格障碍 也可能是性变态 讲虐待狂 喜欢通过施虐来达到性兴奋 或者是偏执性精神分裂 他们没有固定的身份模式 可以是任何出身背景 任何性别 从这个角度来说 蔡凤琴有识人痞也不足为奇 这个嗜好并不影响他日常生活和工作 事实上 其他有识人痞的患者也都是这样的 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太少了 杜志勋直接反驳说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蔡凤琴今年都五十多岁了 听说身体还不是特别好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制服六个年轻人 简直是笑话 那倒未必 人与人的胜负 往往并不是靠武力和块头来决定的 你想想蔡凤琴是什么身份 被害人又是什么身份 假如能够确认六个被害人是他的学生 凶手的作案手段就好理解了 他完全可以借用老师的身份 把自己的学生骗来 在茶里或者是饭菜里放点安眠药 收拾六个人不算什么难事 还不会引人怀疑 你似乎少算了一个人 不是六个被害人 而是七个 杜志勋目光闪烁 那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孩 你算漏了 她是什么身份 你不会忘了吧 她可是蔡凤琴的女儿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反推 蔡凤琴就是要把自己的女儿 连同她的学生一起吃掉 你觉得一位母亲 会把自己的女儿啃得面目全非吗 还要囚禁起来 等待养肥了之后 再逃出心肝吃掉吗 很多人脸上都露出厌恶的表情 这种假设光是想想 就够让人崩溃的了 丁钱却异常平静地回答 杜志勋的质疑 你是从人性常情角度来看待的 正常人即便是杀人犯 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子女 做出这种灭绝天伦的事情 但是识人癖患 这本身就是人格障碍 不能用常人思维来看待他们 这种情况并非我杜撰的 现实中就有这样的案例 95年在捷克 有一位叫做莫埃洛娃的家庭妇女 因为信奉一个叫圣碑运动的极端教派 虐待并残忍地杀害她的两个幼子 被捕后 她声称自己是受到教派其他人洗脑 才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还有14年 在深圳有一个叫李正花的女人 在医院生下孩子之后 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嘴里咬食 幸亏医生及时地发现 行了 我听懂了 你不要给我讲那么多 杜志勋生硬地打断定前 你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给自己扭曲人性的理论 找个托词吗 老实说 你这个推理实在是够fuck的 即使你是心理医生 也不该有这么扭曲的想法吧 也难怪 这种亲人虐杀的事情 但你丁医生看来 也不算什么特别 因为 你本来就跟其他人不一样啊 杜志勋说到这里 说了一句 让人似懂非懂的话 可是丁前听到这话 原本平静的脸色 煞时间失去了血色 变得无比苍白 阴沉 慧一世一下陷入到僵局 很多人都以为 丁前是被杜志勋说的 驳斥得无以言对 对他刚才那番言论更是厌恶 连带着觉得 这个人也不正常 丁前没再说什么 起身离坐 走向门口 杜志勋冷笑说道 堂堂平江知名的心理医生 受不了我两句话 要被气走了吗 丁前一只手已经推开门 他回头对杜志勋说 在案子破获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我去医院找那个女孩 合适一下 不管结果怎样 我都会给你一个答复 又用催眠书吗 你确信 这一次会有用吗 对于杜志勋的冷嘲热讽 丁前没有接话 竟次离开了 杜志勋望着空荡的门口 冷笑的表情慢慢沉下 冷硬的面孔 仿佛一块不化的寒冰 平江市刑警队长孙剑舟 一直在旁边瞧着两人唇枪舌剑 他渐渐感觉出 哪里气氛不太对 警察之间为了办案争论 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 又似乎不那么简单 他不好吃说 试探着稳度质讯 都图长 这位丁老师 也是你们特案组的人吗 我听你们好像叫他心理医生 是特意找他来的吗 哦 就是一个心理医生 这个案子 不是有一个幸存者们 你们知道的 他差点被凶手吃了 精神受了很大刺激 我们就找了一个心理医生 给他调试一下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 他怎么也参与办案呢 还说 那个女老师是凶手 那怎么可能 纯束一拍虎眼 心理医生 整天竟跟不正常人打交道 也都有点神经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